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謝老師給我這次分享的機會 我姓黃 會叫國族學系 那我的傳統工作在建制當醫生 那進來這個 安利這個團體 是因為我在找尋我母親需要的營養元素 跟我女兒的營養元素 因為當初我女兒 我媽媽她本身是憑你這樣要犧牲的 你知道要讓一個醫生 要去相信說你不要吃藥 要來吃營養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有一點困難性的 因為我面對的病人裡面有三種人 一個就是活人 一個死人 一個就是半生不死的人 再過來的話 我大概有任何問題 我抽屜一拿 我們有光尿 一拿下來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你說要跟我講營養的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我吃的都很豬 但是從來不會想說我身體缺的是什麼 那再過來經過母親的疾病 她本身是將頻寧洗腎 然而海軍的那個 劉醫師他告訴我說 你媽媽應該要洗腎 那因為我母親他比較曖昧 他不喜歡在手臂上安裝了所謂的那個罐子 那所以我就跟劉醫師商討說 可不可以不要洗腎 那因為媽媽不喜歡擦那個罐子 那劉醫師給我的一個 因為他是聖誕科的 我必須尊重他的專業 他告訴我的說 除非你媽媽的 所謂的鞍指數 或者讓氮指數 不要把它上升了 那你就維持住的話 就還可以 那那個時候剛好是我弟弟 那剛好介紹就是說 他使用營養產品的部分 可以讓我母親可能維持住 或者更好 那我的原則是 只要不要讓他做侵入型的動作 你吃了應該是可以讓我母親 可以變更好我同意 那所以維持三年來 我媽媽沒有洗過腎 哇 所以很多人說 腎比你洗腎要不要吃 我說你如果沒有給他原酥 沒有給他給酥的情況之下 他完全是無法 有一個對 沒有辦法 這個腎才有一個修復 然後沒有辦法有一個運轉的過程 在過來的部分是我女兒 一歲六個月 她是大出血 送到台北麻街醫院去的時候 總共三次 那大出血不是一般的小血量 而是整塊尿部都是血 而且那個一歲六個月的小孩子 才剛會走路 你知道那個大出血的時候 我當爸爸的人會覺得太緊張了 因為我在臨床很少看到小朋友 被幾乎沒有看過 所以當我懷疑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送到馬街 馬街的部分 從頭到尾 全部該做的都做了 血管攝影啦 然後什麼CT啦 一大便照完之後 他只告訴我一件事情 找不到 找不到病因 那找不到病因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我後來醫生建議我 那小哥的醫生建議我說 他說不然這樣子 你把你女兒吃什麼奶粉 我說吃美國的奶粉 因為他生的時候在美國 所以他吃美國奶粉 那回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他吃了台灣的優生 跟其他的奶粉之後 就送醫院 所以他見聞我說 吃回美國的 所以我在去訂美國的奶粉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我是訂貨物餵這樣子再吃 但是當你到第三次 他快吃完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講了一件事情 我說這樣長期聽不是辦法 我說媽媽都可以用安利的蛋白素 可以吃得這麼平穩 為什麼我們不試試看 所以當女兒的 快剩下大概六片吧 就把一湯匙的奶粉 一湯匙的高蛋白 就我們安利的原味的高蛋白醬加 結果我女兒到現在四歲了 沒在進過醫院 哇 所以你說我信不信 我聽不信 因為我家人 而且是我很親的一個家屬 所以他親身的體驗 加上我原本是126公斤 然後進了教室去學了健管 那學了所謂的營養的知識之後 因為醫生很多沒有營養的知識 因為是說藥的知識我學了很多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從126減到73嘛 所以這是一個心理的一個過程嘛 所以在進來你說我得到什麼 得到健康 得到加速的一個健康的保障 就是這樣子 所以吃蛋白素是對的 因為我剛開始在減肥的時候 一天只只要實施以上 實施以上 還有對我都說我要少吃 你都沒有把 你都沒有把元素給你身體 你的身體都根本沒有辦法 用營養出來做一個運動動作 怎麼足夠呢 所以我這樣就過來 所以我分享給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